新生儿在出生之后 妈咪和宝贝都需要各方的细心照顾 圣公医院就特别打造了 获得国家品质认证的产后护理之家 将母婴照护视为全人照护的重要起点 希望在少子化的情况之下 给予母婴最好的照护品质 那抱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拖住她的屁股 臀部的部分 我们就把她靠近 靠近了之后 你就是这样子抱着她 透过情境剧的带领 新手爸爸学习如何帮新生儿洗澡 并且了解最新的智慧系统 圣公产后护理之家经过严格评鉴 获得国家品质标章认证 护理之家强调五大诉求 将带给产妇及新生儿 安全温暖的身心灵照顾 受邀参加分享茶会的 林雅区区长陈静德表示 台湾社会面临少子化的问题 光是林雅区人口 从鼎盛时期23万人下降到至今17万人 因此呼吁年轻父母多多生育 并对圣公医院拿下这个好成绩 感到骄傲 又得到我们国家的一个认证 这是我们国家品质的认证 那圣公医院是在我们林雅区地区医院 那照顾了我们很多地区的民众 那整个的医院在这边 复受我们地方的好评 那经过这一次的国家的认证 那更能印证我们圣公医院 是一个品质保证的一个医院 以妇幼医疗照护起家的圣公医院 结合中西医疗 护理照护 及牧林支持 提供多元且全方位的照护 是高雄社区型医院当中 第一间获得国家品质 标章认证的产后护理之家 这个产后护理之家 让我们觉得很骄傲的是 我们是结合一个医疗团队 不管是妇产科 不管是小儿科 护理 护理科 其他相关的心灵知识团体 我们是一起整体团队的来照顾 这样一个新生的妈妈跟宝宝 特别是新手妈妈 总是很多压力 很多挑战 那我们就是在身体方面的 结合的中医的条理以外的话 我们也是在照顾上 让护理同仁 教妈妈们怎么样照顾先生宝宝 然后在心理层面上 我们也有修理探访 探视 让妈妈们能够在 复习妈妈的真的时候 也比较能够轻松 一块一点的上手 产后护理之家 不但要卫妇部合法立案 及更多专业医疗照护人员 保障产妇及婴儿的健康状况 在安全舒适环境下 进行修养恢复 才能够降低产妇的压力 及保障新生儿的安全 记者王思武 赖昌邦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